岂有此理 琴棋大庭广州之下把你开除 让我儿子的脸盲哪哥 妈 都怪安多多 她这个女人满嘴谎言最会骗人 小叔叔一定是被她利用了 她现在能报复我 说不定下一个就是秦老妈 谁敢动我宝贝儿子 妈 安多多报复心极重 您可要想想办法呀 明天就是秦家家宴 我找秦老夫人亲自出马 好好收拾这个小贱人 家宴就在这儿吗 今天你会见到我妈 好好表现 别露出马脚 只那么多人 我要说外衣 外衣出了点差错呢 扣钱 我一定当一个绝世好儿媳 你小心点儿 诶 朵朵啊 你不是还有话跟你小叔叔说吗 哦 对对对 我先自己去挂一挂 小叔叔 公司有一些融资的事儿 我想跟您汇报和我 不能以后再说吗 这刚好在家宴前 我跟您聊两句嘛 行吧 有话快说 秦家的安保不行啊 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放进来 是啊 汪汪汪叫得人耳朵都好 你 害什么呀 你人这不是没掉进去吗 这可是我给秦老夫人的礼物 秦老夫人 没错 她就是秦琪的母亲 秦家的前任家主 秦老夫人出生名门品位高雅 这套一种没规矩的人 安多多 你等着被赶出去吧 秦老夫人来了 老夫人 我孝敬您的礼物 都被安多多给毁了 嗨 妈 我跟您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你的儿媳妇 安多多 儿媳妇 儿媳妇 谁啊 突然蹦出来一个儿媳妇啊 就是了 出现没听说了 你怎么坏掉的镜子呢 谁是你妈 秦老夫人还没承认呢 别瞎害了 老夫人 秦琪结婚的事 您知道吗 不会都是她在胡说吧 老夫人 老夫人 你站那么远干嘛 别害羞呀 妈 我们当然结婚了 只不过我们是闪婚 我们是一见钟情私定终身 特别上头 对吧老公 是 上头 你 你们 老夫人您别生气 小叔叔就是一时糊涂 都怪这不处理姐 秦琪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 这么大的好事 竟然不告诉我 我儿媳 长得真好看 但是当然了嘛 夫人 您真信他们结婚了 我不信自己的儿子 难道信你 侄媳妇 你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还有 刚刚是谁 说我儿媳妇是狐狸精 我秦家规矩 新婚夫妇需要向长辈下跪磕头 秦老 秦琪不只是家主 更是你的小叔叔 他们两口子 你们跪过了吗 不是 这 礼不可费 来 还不快馈 还不跪下你 小叔叔 小婶婶 祝你们身体康太 平安喜乐 秦太太 你今天这身礼物啊 真好看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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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太太 不能留念一个临时方式吗 秦太太 不好意思啊 这么多年 我差点以为你要孤独终毛了 还好老天有眼 你想好了吗 妈 可是 她不贪我的财产 也不要我的权利 到现在 都还没有接受我 没用的东西 怎么连这个女孩都不会 妈 今天突然找她来 您会不会不高兴啊 看你们表现吧 张秘书 快给我报个班 我要学学怎么带孙子 哈哈哈 好的 明白 今天玩的真的太爽了 今天玩的真的太爽了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来 里边请 感觉怎么样 这个房子还不错啊 嗯 你确定就五千 才不会是 风水 不太好吧 哪能啊 房主刚升六台 地儿不够大的 正着急换大房子呢 什么六个 那倒也是啊 你要是觉得不喜欢 还有好多人排队呢 哎 不不不不不 我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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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 要是能压一负二的话 我马上又给钱 我呢 来 这这这 直接签 好嘞 钱 那一万 够了 好 好 那就祝您 生活愉快 再见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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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